今天調查的結果顯示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都有評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務 更重要的 它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 但是為什麼還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那種登打的業務全部外包 就會有人便宜行事 沒有一筆一筆輸入 最後就找那個最大筆的把它灌進去 造成今天的這個錯誤 那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這才是傅哲恩的做法 我是擔任2024柯文哲 吳馨寅總統大選起研的財務主管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每一份的評證 都是由我親自簽合 那我現在在這裡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身為這個財務長 沒有盡到二次查核的責任 在這裡我也要向支持者和合作的廠商 拘功道歉 到目前為止 光是在41萬以上的支出 有漏報了15筆 後面還查到了兩筆 這兩筆叫做誤報 畫面當中 它其實有兩個收據 它的支票是525000元 但是我們向監察院呢 只申報了其中的一筆 也就是我們總共支出了100多萬 但我們只報了50多萬 另外這邊的這一筆 總共是400萬元 這個400萬元 向監察院竟然只申報了350萬元 也就是所有的支出 都是有明細有收據 我們也確實支付給廠商 可是會計師沒有申報給監察院 競選總部的財務部 委託給端木正會計師 當我們查出來說 竟然漏報高達1800多萬元的時候 我們就去問了端木正會計師 他說他時間來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報的情況 當漏報之後 他就把漏報的金額擅自調節 他去調節了當中的2000餘萬元 分成9筆申報 而且這個會計師並沒有告訴 競選總部的任何人員 他自行將這短差的2000多萬元 申報到剛剛我們說的 時勒跟尼奧這家公司 還有穆克等公司 總共兩千一萬元 好 好 那麼有關於2024年 柯文哲總統大選競選的 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 我們今天現在正式開始 首先讓我來介紹一下 今天出席的人員 先介紹的是我們台灣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主席 好 以及時任競選總幹事 黃珊珊 時任競選副總幹事 陳志翰 以及我們時任進總財務長李文宗 好 那相信各界在這兩天 有看到了非常多 跟政治獻金申報相關的疑慮跟問題 我們今天正式的召開記者會 逐一來向各位說明 那我們現在呢 也有準備了非常清楚的簡報 這個簡報我們邀請陳志翰來跟大家說明 好 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特別波容來 聽我們在這個政治獻金 現在紛紛擾擾的過程當中 我們具體的來向外界做一個澄清還有說明 那麼首先呢 我要先 第一張簡報 麻煩幫我Cue一下 好 這整起事件呢 是在上週的時候 跟我們活動承包的廠商 時樂以及尼奧的這個負責人戴力林女士 她發出了聲明 她這四點 五點聲明當中呢 其中提到 在申報競選總部申報的金額當中 大約有五百萬元 不是交由他們來做承包活動的這個費用 也就是說 她認為有不實的申報的部分 這是第一點要澄清 那麼第二點呢 也就是大家看到 稍後我們的這個簡報 也會提供給在座所有的媒體 第四點當中呢 她有說申報資料有一筆一月五號 新台幣一千零八十七萬元 這樣子的轉播費用 她說呢 本公司是受到委託來代播 代為支付 那她說這不是公司提供轉播的服務 要求民眾黨這邊要予以更正澄清 首先我先來說明第四點 麻煩下一頁 好 第四點呢 我們已經把這個收據找出來了 這個收據當中 我們確實是委託了石勒公司來代收代付 所有的轉播的費用 這個轉播內容包含了柯文哲主席他的造勢活動 電視台的轉播 當天選前之夜 從一月六號台中廠 一月七號高雄廠 還有一月十二號的選前之夜 有委託進行一個電視轉播 我們選前之夜的活動 那這一筆呢 費用確實是委託石勒公司來代為承辦 所以所有的費用交給石勒公司來進行代收代付 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 這是我們第一點要做的澄清 下一頁謝謝 那麼既然廠商提出了這樣子的指控 認為當中有申報不實的狀況 並且說石勒裡面呢 有五百萬元不實申報 所以我們在週末這兩天 就直接開始進行全面的清查 那麼因為呢 整個所有的款項 大選期間的款項其實非常的多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進行到第一階段 麻煩下一頁 第一階段的部分呢 我們首先先查核 四十一萬以上的支出 四十一萬以上的支出其實不只這麼多筆 我現在就是先投放出當中的這樣子的第一頁 我們把主筆的款項拿出來 確認是不是全部都有申報上去 因為呢 我們認為這當中的這個支出的 可能有一些問題有一些疑義 所以我們把所有四十一萬以上支出的收據 把它主筆的調出來 下一頁 然而我們發現了一個狀況 在這些申報的資料當中 四十一萬以上的支出 有非常多筆漏報 漏報的意思就是 我們確實有這些支出 但是並沒有如實的申報給監察院 正如我們的這個簡報中投放的 這第一二三筆是我們做小物的支出 再往下 然後呢接下來有我們競選總部的場地的租借費用 另外還有其他的製作費用 再往下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光是在四十一萬以上的支出 總共我們現在查的結果 有漏報了15筆 15筆的支出並沒有如實的 呈報到監察院去 再往下 再往下 這是目前列出來漏報的15筆 後面還查到了兩筆 這兩筆叫做誤報 什麼叫誤報 我跟大家具體的說明 首先先看到畫面當中 最側邊的這個 它其實有兩個收據 就是它的收票 它的支票是525000元 52萬5000元 有兩筆 但是我們像監察院呢 只申報了其中的一筆 也就是我們總共支出了100多萬 但我們只報了50多萬 另外這邊的這一筆呢 總共是400萬元 這個400萬元 向監察院竟然只申報了350萬元 所以我們有漏報支出的狀況 也就是所有的支出 都是有明細有收據 我們也確實支付給廠商 可是會計師沒有申報給監察院 麻煩下一頁 競選總部的財務支出 當時的狀況是這樣子 因為有非常多的小額目款進來 這個我們統稱為收入 支出的部分呢 包含所有的開支 像是小物的製作 場地的成租 或者是活動製作 要支付出去的項目 全部總合起來變支出 收入減掉支出 就等於選舉的剩餘款項 可是我們把這所有的這個 收入跟支出的部分 競選總部的財務部 委託給端木正會計師 當我們查出來說 竟然漏報高達1800多萬元的時候 我們就去問了端木正會計師 這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結果就是 我們委託的端木正會計師 他說他時間來不及 所以有很多漏報的情況 當漏報之後 他就把漏報的金額擅自調節 我們查到1800多萬 這個是41萬以上的 那還有很多41萬以下的支出 可能也有漏報的情形 所以這位會計師 他把A也就是收入 減掉支出跟剩餘款之後 他去調節了當中的2000餘萬元 分成九筆申報 而且這個會計師並沒有告訴競選總部的任何人員 他自行將這短差的2000多萬元申報到 剛剛我們說的時樂跟尼奧這家公司 還有木科等公司 總共兩千餘萬元 下一頁 所以經過我們目前清查到的第一階段的結果 我跟大家報告 目前清查到1800多萬元 41萬元以上的支出 有漏報41萬左右的款項 因為漏報 所以會計師並於形式 他竟然用自行調節的方式 把這些款項灌到這些公司裡頭 而這些公司並不知情 競選總部也不知情 所以尼奧跟時樂公司的負責人發出了聲明 認為這個申報當中有狀況 那麼當中具體的法律責任 我們就請黃珊珊總幹事來向大家報告 各位媒體朋友 我想剛剛 我們的副總幹事已經把流程說得很清楚 我在這邊再說得更清楚 簡要一點 第一 競選總部的財務 完全是把善打 跟申報的工作 交給了委外的會計師事務所 這是第一點 每個禮拜 我們會把 所有的支出憑證 配同他的銀行網來記錄 包括支票或者是匯款 一起把這個憑證交給會計師務所 照理講 他就應該按筆的 逐筆的 擅打 跟上傳 但是 從這一次 剛剛你要發出聲明之後 我們去清查的結果 就在我們這邊留存的支出憑證 有很多筆 並沒有在監察院的申報範圍內 我們才會一筆一筆的去找 從40萬以上開始尋找 表示我們有支出憑證 有交給會計師務所 但是 沒有在監察院的申報範圍內 各位這樣可以很清楚的明白 支出憑證都支出了 也交給他了 他沒有報上去 第一個錯誤叫做漏報 漏報累積到最後要結算的時候 然後 就會有所謂的短差 跟存折 中間有短差 因為有短差 所以 他必須要說明 他沒有做完整的說明 也沒有跟競選總部 討論 他自行做了調節 就叫做虛報 漏報 短差 虛報 就是這整件事件 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但是 這中間 沒有人 未造任何發票 也沒有人 未造任何支出憑證 這每一筆的支出 都用在了漩物上面 但是 會計師務所 把我們交給他的支出憑證 放在一旁 沒有 登錄 然後到結算期 發生短差 他自行調整到 其他的公司名下 這些公司 並不知情 也沒有開立任何的發票 這個就是非常清楚的虛偽不適 所以就這三樣事情 我們講得很清楚 第一個 因為我們的錢都用在了漩物上 我們都有支出憑證 所以這短差的一千八百多萬 是我們現在比出來的 那他 調節的這大概兩千萬左右 我們現在也還在清查其他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會 就相關的部分向監察院提出補證 第二個部分就是 接下去 我們還會再去清查其他的 相關的收支 是不是還有這樣的短差 那最重要的是 對於廠商受到外界的誤解 還有攻擊 還有對於支持者 大家的擔憂 還有社會 大家對我們多做關心跟討論 我身為競選總幹事 還是要在這邊 連向所有的支持者 還有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表達我們的歉意 我們沒有把控好 這些應該要管理好的作業 那財務部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們非常感謝 將近有18萬筆的小額捐款 所以我也可以想見 他們的工作量是多麼的大 但是不能因為人力物理不足 就對於相關這個作業有所情呼 所以今天我們也很謝謝大家 給我們時間 我們找到了這些短差的金額 我們也會按照程序去補證申報 相關該負的責任 法律上還有監察院 要對我們做的調查 我們都會主動配合 而且我們也會把所有的資料交給相關單位 來做配合調查 好 剛剛所說的所有的支出項目 憑證 我們今天也都一併帶到現場來 那這些所有的憑證 都是在柯文哲總統候選人 在競選期間 所有的支出 所有的憑證 這兩天我們就是在針對這些箱子裡面的憑證 逐一的清查 但是這只是第一階段 接下來還有 從更多憑證當中 試圖找出如果有漏告的地方 我們也會即時的來補證 那接下來 我們還是請財務長 當時的李文中財務長 來跟大家進一步的說明 各位媒體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李文中 我是擔任這個2024柯文哲 吳馨寅總統大選起研的財務主管 各位看到這幾個箱子裡面 待會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這裡面的箱子裡面的每一份的憑證 都是由我親自簽合 所以我是競選期間的財務主管 那一樣的 每一筆的單據憑證 也就是說我們銀行的進出 每一份都是有根據的 所以銀行收到多少錢 會給誰多少錢 每一個都有憑證在這裡 這是我要跟首先跟大家報告的 第二個各位也許會問 這個我們為什麼會委託給 會計師 其實我們財務部門的能力 真的很短缺 在競選期間裡面 實在有太多這個事情了 也非常的瑣碎 那我們相信專業 我相信我們再厲害 我想 會計師一定比我們厲害 所以呢 這個在我們 我們就拜託他 有關 賬 很完整的賬 交給他 麻煩他跟監察院 來做登陸的工作 所以監察院 在登陸的溝通上 也是跟會計師事務所 這也是第二點跟大家報告的 我想再度強調 這裡面就是所有我們的收入跟支出 我們非常非常珍惜每一份的捐款 所以我們也尊敬來使用 所以這些憑證都在 當然我也相信 這個專業的會計師 會如實的登陸在監察院的系統裡面 但是很可惜 出現了這些短差跟漏報 那我現在在這裡 非常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我完全不知情 但是 身為這個財務長 沒有做 財務部門沒有做 沒有盡到 二次查核的責任 在這裡 我也要向 支持者 和合作的廠商 鞠躬道歉 我完全負起這個責任 而且 我身為民眾黨的黨員 造成 黨的生意 受到如此大的傷害 我也會 向黨自行處分 我也會完全接受 黨給我最嚴厲的處罰 謝謝 謝謝 好 那麼接下來 這個時間 我們就交給 黨主席 同時也是身兼候選人的 柯文哲 來對大家 進一步的說明清楚 現場的媒體朋友 還有在 網路上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這兩天 相信很多支持者 看到新聞報導都感到非常 憂心 對於我們在監察院政治獻金 申報的資料是錯的 會感到震驚 其實我也相當緊張 我知道說 事情的真相 絕對不是 電視上那些名嘴 側翼在講的是那樣 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第一瞬間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利用在 週末假日的時候 把我們競選團隊 過去有關的人員 找回來 利用假日 徹底的清查 你知道 也因為這兩天 這幾天的這種努力 現在才有辦法在這裡 跟大家報導 2024年這一場總統大選 我 感謝美筆小樂捐款 也因為有這些捐款 我們才可以撐到最 我知道大家會捐錢都是因為 希望說台灣可以更好 也希望說柯文哲有機會來改變文化 所以才有這一些捐款 今天調查的結果顯示 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 你知道 都有憑證 都用在選舉相關的事務 更重要的 他沒有跑到任何個人的口袋裡面 但是為什麼還是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整個那種燈打的業務全部外包 就會有人便宜行事 你知道 沒有一筆一筆輸入 最後就找那個最大筆的把它灌進去 造成今天的這個錯誤 這次總統大選 是台灣民眾黨成立以後的第一次 其實我們很多還是在摸手 也沒有經驗 我也認為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其實這種在 監察院的登陸 這種錯誤是 不應該發生 那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們會用最快的速度 再去監察院補證資料 我們會從錯誤中學習 也會用最高的標準來要求自己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繼續進步 這才是負責恩的做法 我會保證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我們不會被任何挫折擊垮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的 好 謝謝大家 重量直播隨時掌握 時事新聞不露階 一刀未解 新聞看得更完整 國際重大事件 Catch時事最新脈動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